眼前的松鼠盯上了陌生男子的松子 想吃却因为害怕而不敢拿 那可怜又可爱的表情萌化 甚至吓得把伸出的小手都缩了回去 于是男子主动把松子递了过去 把松子一颗颗的塞进他的怀里 也不管松鼠接不接受 硬是把他的怀里塞得满满当当 还告诉他打包带回去给妈妈 松鼠不明白眼前男子的意图 于是蹦跳着逃离了这个地方 小松鼠名叫奥斯卡 是一周前在树林里遇到的男子 熟落以后他再也不害怕了 甚至会主动拿男子手里的松子 再也没有原来那副担惊受怕的模样了 请为好心的男子扣666 从此以后 男子每天都会带松子来投喂 就这样从春天喂到了冬天 他没有一天见断过 而奥斯卡也换成了灰色外套 现在的他跟男子亲密了许多 甚至会趴在男子手掌上进食 他早已把眼前的男人当成了朋友 所以吃起东西来也不再客气 还特意从男子手上拿起一把松子 然后跑到附近的树根下埋起来 原来小松鼠智商这么高啊 还懂得储存食物过冬呢 把松子都买好了之后 他才接着跑向头喂的男子 有了男子的精心照顾 奥斯卡成了森林里最幸福的松鼠 再也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了 有吃有喝还有人陪聊天 简直活成了松鼠界的大赢家呀 别看奥斯卡爪子小 但一把能抓起很多松子 然后一颗颗的塞进嘴里咀嚼 这吃东西的模样也太萌了吧 看得唐朝胃口都变好了 也许是觉得吃相过于特别 奥斯卡转个身换了的姿势 看来他也会担心自己的形象啊 害怕别人会笑话他呢 吃完嘴里的他才又找到男子 继续抓起一把松子塞进嘴里 不禁让人有些担心 他这么小的个头真能吃下那么多吗 如果男子再喂上几个月 他不得变成一只大胖子 到时候连爬树都会很困难吧 可奥斯卡根本不管这些 冬天正是养肉肉掌标的时候 这时候不多吃点怎么抵御严寒呢 男子告诉他不要急松子管够 听到这里 奥斯卡感动得没抓住手里的松子 遇到这样好心的男子是他的幸运 所以他更不能辜负男子的心意了 更加开心地抓起松子塞进嘴里 眼前这和谐的一幕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善待这些小动物 他们也会愿意跟人类亲近 只有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才能让男星更加美丽 最后唐朝要提一句 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 请大家爱护这些小动物 给他们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园 同样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这么可爱的小松鼠你爱上了吗 感谢观看